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请掀开金本 第124面 124面 道书第六号 124面道书第六号 从小住第六段看起 读经 当至尘恭敬度 悠悠寒有度 其中紧要之具 需时时存养于心中 定欲自行命和为依 此最妙之观门也 有许以行持阻止 持戒修福 精勤参为 离敬三宝 请求加疲 消除序障 开启阵劫 这一段 这一段 也非常重要 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自己用功不如法 功夫不得力 我们平常常有这种感触 那么究竟 什么地方不得法 什么地方不得力 自己也不晓得 只是懵懵懂懂懂地在这里修学 这一段正好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 过去 善导大使教导人 一切法要从真实心中做 这个地方叫我们度金 度金要支撑拱金 就是要用真诚的心 因为佛的经典 佛的言语 都是从真心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我们如果用分别妄想 与佛经就不相应了 所以功夫不得力 佛是从真诚心流露出来的 我们用真诚心来接受 就起感应到教导 道理在此里 又有还有 这是形容非常自在 非常轻松 非常活泼 没有一丝毫压力 那么经文里面重要的句子 到底哪些是重要的 哪些是不重要的 哪些是不重要的 实在讲呢 这是应人而已 因我们自己程度而已 有一些句子 我们现前感觉到很重要 有些觉得不重要 过个两三年之后 我们觉得不重要的 变成很重要 很重要的 就变成不重要了 这什么道理呢 境界不一样 境界不相同 由此可止 哪些是最重要的 就是现在 现在你觉得最重要 是你最得受用的 虽然佛有很精辟的开导 我们听不懂 看不懂 不是我们现前的境界 那也不重要了 在我们现在讲也不重要 就正如我们在学校读书一样 我们读初中一年级 那个一年级课本对我们最重要 大学的教科是对我们不重要 我们可以不要去理会的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什么是最重要的 现在自己念的有感受 我觉得很有用处 能够帮助自己 改过自信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这样重要的 开始要常常记住 常常放在心上 使我们自己的心 跟佛的教会 能够合而为一 念念当中 不离开佛的教会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带人讲 齐心动念 都会想到佛的教训 特别是本经佛教给我们 补助六成身心 经文里面讲了很多遍 不应注射 不应注射身心 不应注身相未出发身心 这些句子要常常记在心上 我们面对外面境界的时候 齐心动念 立刻就想到佛这句教训 我们的心就拼了 妄想就析了 执着就放下了 这就是最妙的观门 不但是观是明了 了解四世真相 要以行持来帮助行持放下 妄想放下 分别执着放下 用行来帮助观 观是属于解 透彻的理解 解帮助行 行帮助解 这样功夫一定就进步了 持戒修复 持戒修复 要寻语渐进 他这个地方持戒是广益的 不是限制在五界 十界这些欠条上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界就是佛的教界 那么换一句话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我们都应该明了 都应该遵守 都应该奉行 这个叫持戒 修福就决定不被因果 但是什么是福 要能够辨别清楚 需要剥弱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 对于什么是福 这个福往往看错 他也修错了 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字 这个福跟那个祸 祸害的祸 差不多 要不仔细看 把祸当作福了 你看这两个字的时候 写法了很接近 这就是说明没有智慧的人 往往往把祸当作福 把祸当作祸 搞颠倒了 那就答错了 尽情忍悔 忍悔 就是改过自信 改过自信 这个小写 这个小写子 是金山活佛神异录 洛观法师写的 洛观法师跟国也有一段姻缘 我们也很熟悉 老法师也过世 那么他跟金山活佛 见过几次命 再快曾经度过两三个月 对于金山活佛的行持 很清楚 他很佩服 这个人是无拘无疏 从外表看 横向寄功和佛 他什么也不在乎 但是 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与佛华相应 我看了很欢喜 过去听说 有金山活佛这个人 这是江苏正将金山寺的 金山寺的一个出家人 他的一些故事 那么我请 居士林把他翻印年轻本 印好之后跟诸位同学们结缘 你们看看 很有趣味 真正修行 一定要从忏悔门去修起 忏悔 翻诸位非常深央 可以包进士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门 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 忏悔最要紧的就是改往修来 我们讲 改过自信 这是真实的功夫 一个人 如果每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故事 那就是觉悟啊 佛这个字是印度化 翻诸中国的意思叫觉证 觉悟点 知道自己有过时 就真正觉悟了 今天一天没过时 那你没有救 你决定没有救 没有过时就没得改了 没得改就不能进步了 改才进 不改怎么会进步 改才会进步 你没得改 你怎么会往前进 我们看佛在经典上所说的 菩萨从出发心 出行为的菩萨 一直修到等觉 他怎么个修法 天天改过 天天进步 一直到最后 把一瓶生相无名 那也是毛病啊 这一瓶生相无名也断了 那就圆满成佛了 这才没过时 原教的佛才没有过时 别教的佛有过时 别教佛 四十一瓶无名 直破了十二瓶 那过时还多了 别教佛上且如是 那个通教藏教就不必说了 怎么可能为过时 我们也常讲 菩萨知道自己有过时 菩萨是觉着 觉有情 有两种人没过时 原教佛没过时 真的没有 第二个人呢 反复没过时 你问他 你今天有没有过时 想想 没有 你今天没有过时 一生的过时 不知道啊 不觉悟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造 不能学凡夫 学凡夫就是继续不断的再去搞六大轮回 那可不得了 一定要学菩萨 菩萨才能够超越轮回 超越十法界 就是知道自己有过时 天天不断的把自己的过时改掉 礼金三宝 请求佳辟 这个字 佳辟念破音字 跟挑手边的那个辟 衣服辟在身上的那个辟 是一个意思 古时候这个字当辟匠 也念辟 那么现在呢 念辟了 这个加辟 讲不通 加辟讲不通 加辟才讲得通 求三宝的加区 求三宝的保佑 要用真诚攻进 礼金三宝 普行菩萨 十大愿 也就是普行菩萨修行的十大纲领 第一了 就是礼金祝福 华言 的确是值得赞叹 但是华言要跟无量寿经一比 诸位必须要知道 无量寿经排在第一了 华言经排在第二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无量寿经跟小本弥陀经 是教给我们直接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直接念阿弥陀佛 必定得设放一切祝福的价值 而普行菩萨行音品的 虽然是净土五金的 但是他苏 我们讲清苏 净土三金清 大师智菩萨原同章也清 因为他讲的是都是六根经念相机 那么普行菩萨行音品就比较苏语 因为他是修十大愿望 毁一项往生净土 比直接念阿弥陀佛 要难得多啊 这个念佛若一日若七日能成功能往生 十大愿望修七天决定不能往生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但是普行菩萨最后 以十大愿望倒归极落了 花言才圆满 倒归极落 倒归到哪里呢 就是倒归到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我在早年这个修佛的时候 对华言非常非常向往 所以三本华言 六诗八诗四诗 一节华言经的诸情 祖师大德的诸书 我都收起 我很想舍清凉法诗 清凉一生将华言讲五十遍 这德后人羡慕 华言以后再就没有第二个了 华言经一天讲八个小时 一年讲一部 古时候这个寺院跟现在不一样 古时候的寺院没有经餐法诗 没有发挥 没有一切的应酬 也没有什么观光旅游 寺院做什么呢 就是讲经修学 讲经一天八个小时 它跟学校一样 修行就是早晚扩颂 早晚扩颂 大概就是两种方式 一个是坐禅 一个是念佛 所以它一个完整的寺院里面 它一定有念佛堂 有禅堂 喜欢坐禅的到禅堂去 有禅堂里面师父教导你 喜欢念佛的到念佛堂去 有念佛的师父带领你 这个白天上下午的时候 听听讲 所以从前的寺院是学校 什么时候能够把佛教本来的面目恢复 我们不敢奢望 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道场 能这样做 我们就很满意了 一个道场都没有 所以佛法今天这样摔 有它的原因 就好像学校一样 学校摔了 为什么摔了 没老师上课了 也没有学生在读书了 那这个学校当然就摔了 这是我们四众弟子都要明了的 我们天天要报佛恩 怎么报啊 一个道场每天晚上讲两个小时的筋 不行啊 不够啊 比古时候差得太远太远了 不成为一个学校啊 补习班而已啊 我们居士林这个道场 现在是一天 每一天讲两个中点进补习班啊 不能正式成为学校啊 可是这个补习班已经很难得了 别的地方还找不到了 已经很稀奇了 其他地方还没有了 这是我们必须要想的 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恢复呢 讲经的人太少了 一天讲八个小时 天天这样讲 受不了啊 必须要有几个人讲去 轮流讲 那就没有问题 比如说四个人 一个人讲两个小时 一天讲八个小时 还可以 还能够维持 从前四面丛林 有首座和尚 首座和尚有好几位啊 首座就是讲经的 主持方丈那是校长啊 他会聘请 离请呢 从前我们佛门叫离请 离请法师 来担任首座 担任讲习 这才是一个真正佛教的套长 所以要从恭敬当中求 把对三宝的恭敬心 对人对私 对我 一切从恭敬中求 就得福加持 得福保佑了 消除虚障 业障 是多生多结的 不是这一世的 这一世我们所受的 是果报 这一世我们所造的 是来世的意义 叙世所造作的 那个是云 因缘结合果报就现强 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诚心诚意 认真努力去修行 把错误的行为都修正过来 这样就消除业障 智慧就现弦了 开启阵 阵阵是智慧 你的思想 间接 不会错 要发 广度众生之大悦 度经念佛 念仗弥陀本月加持 初期张弊 皆行并尽 久久不歇 我们先看这一句 四红是愿 一一愿 众生无病是愿度 我想我们每一位同修啊 天天都在发愿 不过所发的呢 是罪皮上的愿 心里面没发 如果心里面要发了 你就跟祝福菩萨感应到教了 愿一定要从自己心里面发出来 佛教导我们的这些言语 我们借助佛的教导 要把自心真正的心愿发出来 这就对了 念念度众生 这个心是真心 这个心是诚意性 这个心是大慈悲性 决定就效应 运行要是发不出来 我们的业障 随时会陷进 看到别人比我好的 心里面就难过 嫉妒诚惚惚惚的心就生起来 看到自己喜欢的 贪心就生起来 那就业障心情 六根借出六成境界 贪嗔痴慢的念头生起来 就叫做业障心情 大家都知道 我要消业障 业障很重 业障现前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觉悟呢 为什么不能觉察呢 还是让它继续不断地在发展呢 这就错了啊 这就是心量太小 自私自利嘛 若能发广大心 念念念为了立业一切众生 六根借出六成境界 所以决定不生贪嗔痴慢 所以发心摆在地上 不发心没有办法断烦恼啊 四红十月为什么不把断烦恼放在地上呢 要是我们反复来排这个顺序 应该是先断烦恼 再修法门 最后成佛道 成了佛在道价慈航度众生 对不对 我们一定是这么安排法了 这个蛮合理的嘛 为什么把度众分子放在第一条 烦恼也没有断 法门也没有学 怎么先度众生 怎么个度法 不合逻辑 讲不通啊 佛把它摆在地上 有它的道理 这个道理太深了 心量不大了 烦恼不会断 念念为母 念念自私 你的烦恼怎么会断掉 所以地上叫你法愿 念念为众生 念念为佛法 这个母私心淡了 这个断烦恼就比较容易了 道理在此地 大家都念四恒十月 有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呢 这很重要的问题 都没有发现到 这个地方摆在第一 这意思说出来了 读经 读经 目的是开戒 是明理 帮助我们看谱 念佛呢 是羞耻 帮助我们放下 只念佛 阿弥陀佛 不念其他的 世出世间 一切法 我统统不念了 只念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决定正确了 凡是念佛人 真正念佛人 一定得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 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多众生 愿愿都加持一切东西 愿愿都加持念佛人 佛这样加持 我们没有感觉到佛加持 或者我们再说白一点 什么叫加持也不懂 佛保佑 这个大家懂得 佛菩萨保佑我 我没有觉得佛菩萨在保佑我们 其实 佛菩萨念念当中都在保佑你 念念当中都在照顾你 一时一刻都没有空过 那你功夫怎么会不得力 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够觉察到佛保佑我们 没有觉察到佛照顾我们 是我们的心太粗了 我们的念头太砸了 我们的贪嗔痴 业障习气太重了 所以没有发现 到这些业障习气稍微轻一点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了 诸佛如来 确确实实在保佑我们 在照顾我们 从无间断 那么得佛利加持 无论在解形上 进步会更快 除其障壁 仗是业障 必是无明 对于一切法不明了 那是无明 消业障 破不明 戒心并尽 久久不息 学父要有耐心 要有恒心 决定不间断 不但我们一生当中不间断 而且一定要发真正的大悦 深深事实 都不间断 学佛成佛 除了念佛往生这个法门之外 任何一个法门 都不是一生成就的 我们看佛在经上常讲 修行要五两戒 要三大二身七戒 那不是一世 我们看这部经上 佛前面说的 曾经无波事作 忍如仙人 不是一世 修忍如波罗密 都修了五百世 哪有一生一世 就能成就的 一生一世不懈怠 还不够 一定要深深深事实 都不下跃 深深事实 对我们来讲太难了 我们能够保证 来生还得人生吗 能够保证 来生能够闻佛法吗 得人生的人多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 有四十多亿人 这四十多亿人里头 有几个人曾经闻到佛法呢 十分之一都不到 诸位要晓得 十分之一都不到 闻到佛法了 听说有佛法 几个人曾经读过佛经 恐怕了 那个十分之一里头 又不到十分之一了 读过佛经的人 有几个人彻底能了解呢 这么一层一层淘汰到最后 没剩没几个人了 然后才知道 佛所讲的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这个话没讲错 是四十 几个人把佛法 搞清楚了 革命的 所以一定要久久不息 也就是讲 要发长远心 要发愤 要努力 不冥不休啊 要这样干啊 也许你认为 我体力不行啊 我三天不睡觉啊 这身体就受不了了 没错 你决定受不了 如果你发一个拼命的心 我就这样做下去 死了就算了 结果怎么样呢 一定是死去活来 活起来了 这一关就突破了 没有死去 你怎么会活得来嘛 你活不过来的呀 一定要死去 才会活过来呀 这是真的 我们现在人家 突破 这个困难呢 一定要把它突破 突破之后 你一天睡眠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够了 你一定精神饱满 体力充沛 什么呢 三宝加持 那这加上了 你自己认为身体不行 哎呀 这为一年天 一定会倒下去 你就不接受 三宝加持了 所以你非夸不夸吗 这佛在经上 我们也常讲的 一切法 从心想生 你想病 你就会害病 想不行 你怎么会心 你决定不行 现在这个社会上流行 强人 什么是强人呢 不肯服输啊 样样 我都行 那是强人啊 事情还没来 先就害怕了 先就倒下去了 弱者啊 这怎么能成功啊 事出事发里头 都不可能有成就 弱者 不是强人啊 一定要精精不懈 在仗 见清 心见空 心空啊 就灵了 汇开官员 勿发二致 见花 见出 这个效果啊 就显著了 那仗是什么 大家总应该明了了 仗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这是业障啊 妄想分别之主 少了 轻了 没有从前执着那么重 现在的执着还有比以前轻了 这都是业障消除的现象 心空啊 心清静啊 心里面从前呢 忧虑牵挂很多 现在逐渐逐渐放下了 忧虑牵挂少了 心空啊 空了 智慧就现前 心里面 为什么不生智慧呢 因为你里面东西太多了 色得满满 贪嗔痴慢 忧虑牵挂 色得满满的 所以智慧啊 没有了 生起来的 通通是烦恼啊 贪嗔痴慢 他生这个东西啊 你心里面要游 游得越多 就会生贪嗔痴慢 心不能有啊 这个诸位要知道啊 特别是你们现在 要想学教 学经 学讲经 我们中国人常讲 人学问好啊 满腹经伦啊 满肚子都是的 要是真的啊 满腹经伦呢 这个人一定是共高过慢 你们想想 有没有道理 他为什么说共高过慢 因为他肚子里有啊 有就坏了 佛在金刚念上告诉我们 发上应时 活宽非法 我们学佛法 一面学 一面识 佛法要不要 要了 马上就行 绝不执着 这样学佛法 开智慧 前面讲过 谁也得 随谁 得了就有谁 一把它拦住 就坏了 毛病 马上就生 所以绝点 不能够支出 要保持心地清净 空就清净了 清净心 神智慧 信心清净 这身设下 世间人一讲 空就灵了 心就灵了 就聪明了 不空了 就带板了 会开观圆 智慧开了 观是见解 你无论看什么事情 都会看得很圆满 我发而知 这是病根 众生的病根 我知根发知 渐渐地化了 我知化了 波落法门最大的好处 破过之大耳化之 他跟小臣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念念想众生 念念想光大佛法 所以我的念头 私的念头不断了 自己没有了 这叫化 法治也渐渐地除掉了 法语非法渐渐不足 法是有相 非法是空相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所谓随道驱沉 由不其然而然 这修行正果可见得没有做意 没有心里想着我要去正果 自自然然正当 说实在的话 这个正果比人说的 你正当我罗汉果 你正得菩萨果 你正得登地了 都是别人说的 这个修行人自己怎么样 自己心中若无其事 不但大惩罚如此 我们在本经清清楚楚地看出 念小臣虚脱还 都没有执着 我正虚脱还过 没有 他没有这个念头 正因为他心地清净若无其事 旁人看到了 佛看到了 他正去到韩国了 那个正伺头汉果 别人说的 这一点 我们要知道 一定要学习 如果要不学习 你永远不能正果 你要问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不立以思想 我向人向 众生向 受在向 坚固的执着 你正什么国 小臣出国也没份了 小臣出国 如果这个思想是很大漠了 不执着了 他才能够证得 徐涛还 徐涛还以上 更不必说 这一桩事情 譬如你们同修 到这个讲堂来听见 这个讲堂在五楼 你们一定从底下的楼梯 一层一层上来 那一层一层 那就等于菩萨的果位 菩萨果位 是四十亿个阶 五十亿个阶级 一步一步往上爬了 有没有那个爬楼梯的 我上了一阶了 我再上一阶 有没有 你们哪个爬楼梯 是这么办法的 你们从底下一层 爬到最上一层 没动念头啊 若无其事 你就上来了 你要爬高一层 好欢喜 哎呀 我升了一级了 你半天都上不来啊 你慢慢在里面欢喜去了 无论大小陈学人 修行 心里都是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正骨都若无其事了 修行里头 稍稍有一点德 有一点领悟 就逐了相了 那还能成就吗 诸位如果从这方面去想 去观察 你才想 自己修行为什么没进步 看看我们周边的同修修行 也没进步 什么原因 毛病就处在这里 稍稍有一点小物啊 就沾沾自喜 就知识了 不能够大而化之入无其事 他做不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进步 为什么功夫不得了 心里都常常有啊 他不是无话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能够体会到 佛为什么在金刚薄弱里面 这样的强调 多次重复地强调 无助身心 无助要尽了 无助身心 身心还是要无助 身心跟无助是一不是二啊 二你就又错了啊 就又不得其门而入了 唯一摩金上叫给我们 入不二法门 你能不能入金刚薄弱的法门 怎么如佛告诉我们 应无所住二身其心 你把无助跟身心是二 你就入不进来了 因为这个是大臣门 大臣门是不二门 怎样把无助跟身心呢 融合成一不是二 无助就是身心 身心就是无助 那恭喜你 你就入门了 这一点意思也不能体会 今的殊胜功德利益了 我们决定得不到 方法说起来很简单 很容易 若无其事就好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再看下面一段 菩萝萨广度众生 深深适适 不舍众生 不舍沉浸 这一段好啊 有一些修行人 讨厌 讨厌众生 讨厌沉浸 离开远远的好 越远越好 以为自己得清净 其实自己并不清净 为什么不清净呢 因为佛告诉你 那个清净心 不是燃净的净 你告诉我 燃净是二法了 不是一法了 二法不是佛法 不是佛法 就不是不弱 这个地方 我们要深深地去体会 六足谈经里面 记载一桩事情 能大师 刚刚到广州的时候 遇到印宗法师奖劫 印宗法师奖劫叛经 听经的人 其中有几个 不老师 看到了个风吹的翻在动 有的人风动 不是翻动 在那里吵架 争论了 他查了一句话 不时风动 不时翻动 人的心动 印宗法师听到了 这个人见解高 他讲完经呢 跟他见面 请教他 晓得他是黄梅 发子 对他很尊敬 向他请教 无足任何尚 平常给你们大家开示 有没有讲禅定泄脱啊 六足大佛的说 禅定泄脱是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记住 凡是二法 都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因此 修清净心 诸位一定要晓得 这个净 不是燃净之净 燃净的净 都不清净 什么是清净呢 燃净两边都识了 叫清净 所以我们今天念佛 得不到清净心 为什么呢 你纵然得到的 你是燃净之净 所以你不会开悟啊 你不能入闻啊 我们佛门表法 常常用法轮 法轮的意思要懂得 也表一 表不二 法轮表空有不二 动静波 波就是一 莲花 这是我们佛门 表法用的最多的 莲花表 燃净 波 你看莲花 生在淤泥当中 那是燃啊 莲花生长出来说 要通过泥上面的水 水是净啊 水是清净的 花开在水的上面 燃净都不要了 燃净都离开了 那才叫净啊 所以他不是对待法了 我们是把它看成对待 相对一点 他那叫真情境 真情境是燃净念边 都不知足 这就搞了 所以菩萨读众生 生生世世 不识别众生 没离开众生 离开众生 你怎么读他 你要读他 一定要跟他接触 一定要跟他往来 你不接触他 你怎么能读他 众生的生活环境 夜暴现前地 种种不同 你要不接触那个环境 你也都不叫他 有些众生 生活得很苦啊 环境非常恶劣 哎呀 那个地方我不能去 那地方众生 你就读不了了 那你发的愿 是众生无边 试验痘 那里头还加个注解 那个地方太肮脏 太落后了 我不能去 那些众生我不读 哪有这个道理呢 你的死红失月 不就有缺陷了 不就不圆满了吗 一世之故 鼻印不住六成身心 而后难能立一切相 一切众生 生活环境 罪悟烈殿 无过于地狱 地藏菩萨 偏偏到地狱去度众生 这个大家知道吗 其他的菩萨好像没法愿 我们不要修地藏菩萨 我们修别的菩萨 其实 诸位同修 要知道 一尊菩萨 居一切菩萨之修得 无论哪一尊菩萨 到地狱都叫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在六道里面 行救苦救难 那他就叫观世音菩萨 那个名号 不是一定的 会常常改变的 无论哪一尊菩萨 或者哪一尊佛 在我们现在 这一个阶段 到这个世界来成佛 都叫做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要到我们这里来成佛了 他叫什么名字 叫释迦牟尼佛 我们释迦牟尼佛到极乐世界 现在就成佛了 他也要改名字 他叫阿弥陀佛 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知道这个事实 名 这个名号 代表这个地区 这个时段里面的教学宗旨 它代表这个意思 所以任何菩萨 到地狱度众生 都叫地藏菩萨 都叫地藏 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 观音菩萨也不是一个人 无量无边 他是通号 他不是一个 一个专有的一个名号 他是通号 好像一个学校 教过文的老师 一定都叫他做过文老师 教英语的一定是英语老师 他是通号 那个英语老师 姓神名谁 太多太多了 这个菩萨的名号就是如此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是个通号 是 姓神名谁 哪一位地藏菩萨 只要你发心 修学地藏菩萨 你就是地藏菩萨 你如果要发心 修观音三经 你就是观音菩萨 你发心修普贤行约 你就是普贤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 凡是生到那边去的 统统是普贤菩萨 因为那一个世界 从下下平到上上平 都是修普贤法门 无量寿经上都讲得很清楚 行共尊修普贤大使之德 没有一个不是啊 那普贤菩萨有多少 无量无边呢 不但我们没法子计算呢 祝福如来都算不清楚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些道理 明了这些事实真相 以一世之故 因为这个缘故 必应不足六成身心 身心是必要的 身什么心呢 广度众生之心 但是身心不能住 这个不能住 就是心里面 不能有牵挂 不能有知识 不能有分别 没有执着 环游什么燃进 燃进了 就荣臣依赖 那叫镇静的 也有分别 也有执着 就不是真正前前了 有分别 有执着 一切法都是相对的 换一句话说 把原本的一法了 变成二法了 相对的了 二就迷了 一就绝了 绝是佛法 迷是世间法 世法跟佛法迷雾之分 这两个字非常肯定 一丝毫 优移动有 必定要这样做法 你的心才清洁 没有一丝毫的忧虑牵挂 然后 然后呢 离一切相 与一切相上 不执着 不分别 立相 相立在性前 心在哪里呢 心就在相上 性相是已不守二 我们今天见不了心 就是把性跟相又分开 又对立了 不晓得性相是一 只要心里头不折一切相 相就是信 信就是相 古人 怕初学 不容易体会这个境界 不得已 不得已用精气来做笔 花言精丝子章 就是解释 这个现象 一精做气 气气解尽 精就是气 气就是精 一桌相 那精就解不到了 因为你只看在相上 你忘了它这个体质 但是精跟气 一般人都知道 气就是精 精就是气 没有问题 今天我们跟你讲 相就是心 心就是相 你怀疑了 你为什么怀疑呢 这个气拿在手上 真点是精造的 我看得很清楚 我看得很清楚 是精造的 没错 这个相 拿在手上 这不像性啊 他见不到心 其实相 就是心 至于你见不到 那也难怪 因为你没有见到真相 见到真相 原来是这样 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 我们常讲啊 一场啊 酒杯生灭 夜阴果报的相续啊 佛讲 当体皆空 无聊不可得 空不可得 就是心 当体皆空 当体即心 心不可得 相也不可得 因为相 是心显示出来的 他所显示的时间 非常短暂 我们今天看着 这个短暂的 连续的相 相续相 难怪一切众生 看不出来 可是监于气这个比喻 的确很接近 确实有不少人 从这个比喻里面 开悟 向帝在信心 信心而后 能不动道场 这个时候 你自信 信心 就是禅宗里面讲的 明信 明见信 你见信了 见信 就是发生大事 就不是普通人了 见了信之后 你就得大自在了 给你举出 一个自在 什么自在 可以分身 这个很自在 像我现在就不自在 现在过年外 有几十个地方 就请我去讲经 我不能分身 如果能分身 多自在 哪里请 分一个身去 这个多自在 经历了 经历了性 就有这个能力了 可以分身 信 身 尘差 不动道场 信 身 尘差 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在经上 看到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人 他们的生活状况 他们生活很侠义 很自在 不需要工作 工作很苦 赚钱不容易 西方世界的人 不需要工作 不需要赚钱 他的生活 生活从念当中变现 想穿什么衣服 也不要去买料子 也不要去裁缝 衣服已经在身上 一想就在身上 想坏一件 那就地就没有了 心地就来了 统统是念头 一切生活变化所作 生活的空间非常大 这个贤徒大自在 射方一切诸佛察徒 他想去拜拜这尊佛 看看那尊佛 都去 你看经上讲的 那经上讲的这个比例 还不是四十真相 每一天清淡早晨 供养十万亿佛 这是佛的方便数 实际上他的能力 供养 尽虚空变化界 一切诸佛如来 一尊都不漏 他有这个能力 他怎么去供呢 分于身去供 自己的身体呢 还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面前 没离开呀 射方一切诸佛面前呢 他都在 他都在那里供养 都在那里文法 遇到有缘的众生呢 他也说法度众生 你看这都自在呀 这种能力 是信的本能 只要你见了信 你这个能力就恢复了 为什么佛家了 这样重视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是我们修行的目标 不管修学哪一个范围 目的相同 但是每一个宗里面 说的明相不相同 禅宗叫明心见心 这个叫下了 叫大开元解 大概就是明心见心 我们剑图宗里面 叫李一仙伯乱 名字不一样 其实一种事情 一个境界 这是要知道的 所以他有能力 不动道场 信声成差 满起上求下话之宏愿 上求佛道众生 这才真正能达到圆满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上求下话 永远不可能圆满 所以说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得大圆满 你要是搞其他法 那就难了 太难太难了 发大行 修大行 不亦难活 像前面所说的 发大行 修大行 什么是大行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是大行 一切祝福 菩萨 从初发心 到如来地 都是遵守这个原则 都是这样的修大 难事 虽然有圣方便在 难而不难 这告诉我们 难的确是难 是真难 但是 有一个非常殊胜的方便法门在 如果你能用这个法门呢 那就不难 这个法门是什么呢 方便云活 念佛 求生西方 是 这就不难 所以 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 在这个祝福 插头当中 广大法界之中 有多少菩萨 想求这个法门 求不到 我们今天遇到了 还觉得不稀奇 许许多多菩萨 深深事实 希望求这个法门 求不到 给主人说 他求这个法门 不是说他知道 有极乐世界 有念佛往生的法门 他要晓得了 那他就求到了 他心里想求一个 有什么法门 比较容易一点 让我们赶快就成佛 赶快就买上求下法的约 不晓得是哪个法门 没有人告诉他 念佛法门 我们的来 并不容易 大家看无量寿经上 所说的就知道了 这是我们过去 三种无量阶点 善根佛的姻缘 现在陈叔 你才遇到 你若是以为 我们这个很容易遇到 不稀奇吗 居士人四周围住的人家 他为什么不来听经啊 他为什么不来拜佛啊 他这一生没遇到 你看就在戈壁就遇不到 业障中啊 没法子 这丝毫都不能勉强 身心不已 发愿求生 没有一个不成就 这是当生成就的法案 一生成佛 不必等到第二生 所以我常常讲啊 这不是说开玩笑的话 佛门里面没有信论 这个法门是不死的法门 一切众生都没有办法逃过生死 唯独这个方法 不是 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死了 你是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去的 你并没有断气 你神智很清楚 眼看得见 耳听得见 嘴也会说话 阿弥陀佛来接你了 你欢欢喜喜 跟着阿弥陀佛去了 这个肮脏的身体不要丢了 所以是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去的 这个法门真的是不死的法门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这个身丢掉 换一个身 换一个什么样的身 跟阿弥陀佛同样的身 你看48月里面讲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身体皆是自摸真金色身 跟阿弥陀佛身体一样 相貌也一样 无比的端正壮严 相貌从哪里来的 念佛来的 你心里面有佛 常常念佛 向谁以心转 他这个相貌 自自然然就变成佛像 所以真的是不死的法门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一身 整得究竟圆满的国旧 圆宇教的佛国 无量无边法门 唯独这一门 叫做当生成就的佛法 就是一生成佛 决定不等而生 所以注意要把这个四十真相 统统搞清楚之后 你自自然然会把所有业切法门 统统统统统统 我在美国 有一位同学问我 他说法师 假如在这个《大藏经》里面 只准你选择一部经 你选择哪一部 我告诉他 我决定选择佛说阿弥陀经 为什么选择这一部呢 我晓得这一部经 是《一切经》里面 最重要的一部经 保证我这一生成佛的经典 我不选他选谁 你为什么不选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太长了 我们年岁大了受持不容易 越简单越好 年轻的人可以选择无量寿经 年岁大的人不选择那个差 选择短的 越简单越好 念佛念四个字 不念六个字 六个字多了三分之一 不少 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容易成就 喜欢找麻烦的人 喜欢啰嗦的人 根性多不利 真正根性能力的人 他一定是选择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 最有效果的 那个是根性能力 真正有智慧 会选择 当知念佛求生法门 你看 正为法大道心者说 极为欲众 这句话说得好啊 佛讲尽头 这个法门 可以说四十九年 从来没有见到过 古人所谓 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 这是真的 净徒三经是专讲 其他诸经是复旦的讲 复旦有的讲得比较多 有的讲得比较少 像《楞严经》上 讲《大师之念佛缘通章》 那讲得多 有些经典里面 只有一两句 劝大家了 念佛求生进度 一句两句 如果这个经典 统统都把它收集起来 随便看一看 就是几百步 由此可知 念佛求生进度 佛在讲一切经的时候 常常提起 可见的这个法门 正是为法大道心在说 法大道心 是什么人 就是希望一生当中要做佛 我不愿意再搞第二生 这样的道心的叫大道心 来生还要做人 还有一些法师 来生还要来当法师 这个当法师有影啊 出了相了 舍不得离开了 这个愿是不错 来生还想当法师 来生能保得住 得人生吗 那个不叫愿 那叫大妄想 你来生能保得住 还得人生吗 纵然得人生 你来生能保得住 来生 有姻缘会出家 一般而论 在佛法里真正修行 假修行 那个不算的了 真修行 直接修复 真修行 来生 可以得人生 一得人生 一定去享福贵了 才三明十岁 就把你迷住了 出家的念头 忘得干干净净 你佛菩萨来提 也提不醒你了 迷了 所以这种念不能发 非常不保险 不可靠 发念佛往生的愿 可靠 这个有佛力加持 这个可靠 正是为这些人说的 就是一生当中 决定要成佛 决定要脱离三界六道 这是大道行 结为余术 余术是像一般的全教菩萨 身闻原则 以及修学其他法门的人 附带给他们阿赖耶诗种一个念佛的种子而已 这是监为他们说的 其心的愿 其心论是马明菩萨造的 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所修善根 回向愿求生比喻世界 既得往生 常见佛国 中午有退 若观彼佛 真如法身 常情修习 毕竟得生 诸正定故 马明菩萨 也是念佛 求生净土 净土圣贤路里头 有他 他是往生 极乐世界 这是第一等聪明人 这是真正法大道心之人 他所说出来的 就是他的精英 他的方法 他成就 叫我们专念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这要紧的是砖 砖就不能夹杂了 夹杂就不砖了 能不能成就 能不能往生 关键就在这样子 所修善根 这一句话 实在讲 包含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全部的生活活动 因为 因为念念的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在这个世界 穿衣吃饭 待人就一切工作 没有业装不善 穿衣吃饭也善 善从哪里来呢 因为你那个心是佛心 念念是阿弥陀佛 念念是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与阿弥陀佛 与极乐世界 通通都相应 这上根 以这个回向 求生极乐世界 极得往生 所以我们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不求别的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绝不求人间的富贵 有很多人到这拜佛了 你问他求什么 求保平安 求发财 求升官 他求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求到了 还是搞六道生死轮回 你说多可惜啊 他求能求得到吗 求不到 天天在求 失踪也没求到 为什么 他不懂得求的方法 实在讲 佛师门中 又求必应 没有一样求到的 他之所以求不到 他不如礼 不如法 他当然求不到 很多人 在佛佛上面前求约 用的什么心态 用的什么方法 贿赂 行贿 跟佛佛在谈条件 你保佑我 然后我怎么样来报答你 你保佑我发财 我发一百万 我拿一万块钱供养你 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无力 你说 他怎么会求得到呢 实在讲啊 佛菩萨没有降祸给他了 已经很万幸了 他怎么可能求得到啊 其实佛菩萨不会降祸 佛菩萨大刺他了 你怎么样无助他 他修忍如波罗米 他若无其事 但是你决定求不到 因为你的心错了 你这个心呢 误会肮脏了 不清净 不真诚了 这样求佛 求不到 要真诚清净 平等慈悲 那在佛师们中 有求必应 这是决定的完成 后面这一段 常见佛国 终无有退 我们想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远真 三不退 这句话 是偶叶大死 在《弥陀经药节》里面讲 药节实在讲 无怪 映光大死赞叹 即使古佛再来 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把药节赞叹到巅峰了 顶点 没有办法比这个更高了 偶叶大死 这个解释 如佛清说 他老人家告诉我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下下平往生 也是远真三不退 远真三不退里面 那个关键的字言在远 学教的东西我知道 远叫初度菩萨 别叫初地菩萨 就正三不退了 但是不远 没有圆满 真正的远正三不退 以应该的来说 是等着菩萨 他这个三不退 圆满了 再破一瓶无名 他就成就尽佛了 他这个三不退 才真正的圆满 假如把标准放低一点 不要拉到这么高 放低一点 最低的标准也是七地菩萨 在一般讲 应当是八地菩萨 八地叫不动地 不退了 我们想想看 我们这样的人 一凭烦恼都没有断 凭准念佛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去就当八地菩萨 这可得了啊 这不得了啊 什么法门能够逼呢 找不到了 真是千经万论 没有啊 一切诸佛刹土 也没有这个四啊 只有这么一个法门啊 可惜舍佛的人 很多不认识 还有人回报 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假的 阿弥陀佛是太阳神 有人拿这些书来给我看 我说他说假的 我说真的 他不学这个法门 我学这个法门 他不相信 我相信 我亲眼看到 许许多多人往生啊 那哪里是假的呢 那么说这些话的人 他是什么人 我不晓得啊 心里想想 只有母后王才张开 怕你往生 怕你出残阶 用一定方法来 把你拦住 拦住住 大概总是说 这一类的了 故意来张碍你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信心 一听 心里头 马上就动摇了 你说 这都可怜了 这也是说 这一次 为什么我们要讲 金刚薄弱 念佛人不能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的信心 很容易动摇 很容易被人障碍住 没有智慧 对于尽忠的教义 不够透彻 我过去 在美国 洛杉矶 好像是85年 1985年 那个时候 有人说 待业不能往生 查遍《大藏经》 没有待业往生 这么一句话 有很多人就查尽了 查不到 所以在报纸上 发表了很多文章 待业不能往生 一定要消业才能往生 对于这个尽忠 海内海外起了很大的震撼 十多人的怀疑 我在洛杉矶下了飞机 周宣德老居士 在机场迎接我 周老居士 算很难得了 一大把年纪 那个时候 他八十多岁了 也是一生念阿弥陀佛 他对于台湾的佛教 也很有贡献 台湾大专佛学 这个运动是他创办的 他提倡的 台湾第一个大学里面 佛学的社团 是他协助建立的 我以为他念佛还算不错了 在机场碰到我 我说法师不得了了 我说什么大师 他说现在有人说 待业不能往生 那我这一生不就白念了 哎呀 说的话好可怜 吹头伤气 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原来这种事情 那既然待业不能往生 就不去也罢了 他听了就很奇怪 那怎么不去呢 我说如果要不待业的话 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人 你晓不晓得 他说我不知道 如果不待业 西方世界只有一个人 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 你去干什么 他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他很茫然 他看看那为什么呢 还是不懂 我就告诉他 我说等就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没断 那是不是叫业 他这才有点明白 等就菩萨还待业 不待业的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 经上没有说 待业往生 经上有没有讲 四徒三倍九平 他这有 这经上有 如果要不待业的话 哪来的四徒三倍九平 佛讲经是讲原则 讲原理 没有说句句话 都跟你讲清楚 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讲 你应当要举一反三 四徒三倍九平 怎么来的 还不就待业 多寡不一样 待的多的 品位低 待的少的 品位高 不就这个道理吗 这才把他的信心恢复了 老实念佛 决定没错 不能听人乱说 查经 查遍大藏经 没有 大藏经上讲得清清楚楚 他没有看见 四徒三倍九平 就是讲你的歌 没有一个不待业 除了佛之外 没有一个不待业 等就菩萨都待业 文殊普贤都去往生 那不是待业往生啊 这个地方 齐心论的 马明菩萨 龙殊菩萨 哪个不待业 龙殊菩萨出地 待的业还多了 待的不少了 所以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要透彻 教义 没有智慧 被人家几句话 就难倒了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 这个 周老巨尔 我真的心里很感慨 他不是初学的人 他学佛 比我年岁九啊 我们年轻 他比我大 大概要大三十岁的样子 学了那么多年佛 被人家一句话就难倒 你是这问题严重不严重 所以 薄弱重要 一定要有智慧 这是能长长见福 决定不退转 伸到西方极乐世界 原正三部队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